第1790集 天坑的直径能有数百里非常巨大 但并非拳头状 像是风锐之气击成 老佣兵霍白皱眉 难道说是一箭刺处 应该是被人一直点出的 这个天坑入地处与纸端形状很像 像是一纸破乳 道一发表看法 众人心中一灵 这最起码也是一位圣人 过去发生了什么 他想抛开这颗星辰吗 这里难道有神性矿物 古生曾降临在此 想要开掘此地 有人眼神火热 觉得很有可能 在永恒主星 每年都有大量的探索飞船进入星空 执行寻找神矿的任务 也不知道有多少星辰被毁掉 道一摇头 并非如此 他飞到了半空中 金色法丝灿烂 用手示意 一直点向天坑方位 而另一只手则指向星空中 老庸兵霍白变色 其他人不解 叶帆点头 他也早已看出了究竟 能够发出这一指的人 极度可怕 绝对是一个盖带人物 这是从星空深处点来的一指 确切的说 这一指仅是余波 并非专门针对此地 是一位绝世强者 在战斗的过程中 无意间造成的 道一解释完毕 除去叶帆老拥兵外 其他人都脸色雪白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人物 这个发现被爆了上去 圣光拥兵团的高层震惊 沿着指芒路径寻觅 发现了一大片陨石裙 这应该是一颗巨星 被人一指贯穿 点碎在此 所有人都震惊 在古代有绝代人物争锋 再次发生激斗 一指造成的可怕后果 让每一个人胆寒 现在可以确定 坦谋星域在过去有生灵 而那颗古星可能就此毁掉了 也许就是这一片陨石带 一艘黑色的宇宙母船驶来 拙天蔽日 相对于其他飞船来说 它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霸王龙 一些大势力见到 纷纷退避 为其让路生怕触怒 这是名为神的组织 发现了什么 一个沙哑的人问道 园子那艘黑色的神船 圣光拥兵团惹不起神 如实相告 黑色母船内一阵沉默 而后飞出两道身影 认真在这里探索了一番 黑色巨船停在这里 引发了其他大势力的关注 一些飞船围惧过来 在不远处观看 最终 神组织的一位重要成员出现 脸上戴着面具 上面刻有一个神子 立于虚空中 他取出一枚晶莹洁白的镜子 运转大法力 刹那照亮了这片行语 竟然是过去镜 老庸兵霍白低呼 言称此镜可以回放过去 发生过的一些事 这种宝贝 圣人都不可得 镜面光滑 洁白剃头 浮现出一族族朦胧的画面 在逐渐的向清晰转变 叶凡亚裔 他见过类似的镜子 断得有一面 被其视若珍宝 据说 这是大圣画道后 留下的鹅骨打磨而成 画道偶尔会留下珍骨 而鹅骨为仙台所在地 代表了会光最为西针 以此魔警 炼成至宝 可追溯昔日种种 天哪 传来惊呼 无论是圣光拥兵团 还是其他大势力都呆住了 如同见鬼了一般 那没剔透的古镜内 画面逐渐清晰 人们发现一根手指点来巨大无边 一下子击碎了一颗星辰 而指芒鱼波又冲击向了远处 许多人怀疑 碎掉的巨大星辰 就是昔日的生命古星 不过随着画面继续出现 他们很快又推翻了这种想法 在那碎掉的巨大星辰间 冲起一道伟岸的身影 碎掉的星辰 化为了一片陨石群 而这个冲起的人 也快速放大 向远处拍了一张 这显然是一场大战 画面中断了 人们见不到结果 交战的人太强了 过去镜也不能还原那一战 画面一闪 出现了最后一幅震撼性的画面 过去镜彻底暗淡了下去 什么 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所有人都吃惊 最后一幅画面太过的匪夷所思 一只巨大的手掌 将一颗充满生命气息的巨大生命古星笼罩 抓进了宇宙最深处 卓爷太不可思议了 人们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了 徐陀族没有说谎 当年这里确实有一处生命原地 他之所以消失了 竟是被一只大手移走的 追 这只大手消失在前方那片星雨 早已不再探谋星雨 这样追下去好吗 万一遭遇绝代强者怎么办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有什么不识人物 相信当年那只大手即便属于神明 而今也早已作画了 众人激动 想到生命古术 眼中的光芒纷纷地热切了起来 一艘黑色的巨大古船横空 神组织第一个冲了出去 赶向那未知的星雨中进行探索 赤生的光 毁灭性的力量 千万到尽 尽情地释放 这是一场可以摧毁星雨的大战 永恒星雨 一场天崩地裂的大战在进行中 火灵洞的大圣降临 持即到古皇兵而至 君临天下 在这片行雨 诸多祖王降临 要绝杀这颗生命古星 夺走一切 永恒主星一飞上高天 不少强者 全都驾驭机甲 冲到了狱外 参与到了这场大战中 这是一场流血大战 疯狂的搏杀 场面浩大 天外的星空被打碎 一些圣人都在跌血陨落吧 出手吧 火妻子说道 他出现在冰冷宇宙中 浓密的蓝色发丝 披散站在一位老者的身边 一股滔天神威冲启 像是汪洋一般起伏 浩瀚无边 而后波动越发的恐怖 让一些星辰都摇动了起来 席卷了这片行雨 火灵洞的大圣 持有一件可怕的古皇兵 而今兵器在复苏 他即将打出几道纤威 同一刻 永恒主星散发出 同样一股强大的波动 若一尊蛰伏的战先复苏了 神霞冲销 直接打到了狱外 针锋相对 大战是如此的惨烈 星空都在洒血 一味圣人陨落 会伴随有成片的陨石燃烧 成为宇宙尘埃 呼呼的一声 即到神威爆发 火灵洞的大圣 眸子开合间 宇宙都被撕裂了 射出两道 也不知长达多少里的闪电 在他手中 持有一杆灿烂的兵器 通体蓝的精盈 美的炫目 古皇威沸腾 这就是明镇太古的麒麟掌 他是以永恒蓝金铸成 璀璨夺目 掌端是一个麒麟手 栩栩如生 散发铺天盖地的皇威 仿佛昔日的无上至尊复活了 火灵洞的大圣 持他向前挥动 即向星域前方那颗永恒主星 要一击劈开这处生命原地 灿烂的蓝光 如星河清泻浩瀚无边 席卷而去 那宇宙飞船成片的粉碎 不堪一击 一声冷哼传来 赤圣的光夺目 展开蓝光 逆着皇威而来 急速而至 竟然横击齐麟帐 急道对抗展开了 永恒主星的不朽仙衣出世 古代神明的战甲 被人穿在了身上 大战火灵洞的大圣 那是道野神明的仙衣 神圣超绝 可以横扫九天十地 永恒主星各地传来惊呼 这件战衣失传了也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人人都在寻找 没有想到在今日出世 明天会 关心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